上周最受瞩目的焦點 當然是上半季冠軍的爭奪戰 馬上帶您來回顧 改由綽號老虎的黃子鵬 上場接替 14日Ramico跟統一師的歌喉戰 由新秀黃子鵬中繼2.1局無失分 成功直顯 桃園6比5逆轉勝擊敗統一師 也讓上半季封王魔術數字M3 15日因統一師敗給附邦漢將 讓Lamigo封王魔術數字降至M2 16日Lamigo出戰中信兄弟 刺殺到延長賽11局下 林鴻玉帶打擊出再見拳雷達 只要17日Lamigo不輸球 就可以拿到上半季冠軍 來到關鍵的蜂王戰 Lamigo在八局下班靠著強打少年廖建復 單磊安打突破僵局 催到牆上 而且這個彈跳 讓張志豪呢必須要回追一段距離 所以靠的是誰真的就是廖建復 這一棒打出去高了 藍色彩帶灑滿桃園棒球場 這場比賽Lamigo3比1贏球 也收下隊史第11座季冠軍 恭喜Lamigo桃園隊拿下了職棒29年上半季的冠軍 來吧